出席庆典 大会首先展示了江泽民同志的提词 数人堂下教书与人 讨理多芬芳 奋进路上建功立业 中华更昌盛 刘延东在贺行中 希望扬州中学以110周年校庆为新的起点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开拓进取改革创新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罗志勋在贺行中表示 扬州中学在110年的发展历程中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毕业生 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学教育名校 他希望扬州中学继续弘扬优传统 致力品牌教育 为全省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创造更多经验 为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 做出更大贡献 李学勇在贺行中 希望扬州中学在建设管理科学 文化精深教育优质科研领先的特色 高中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江苏省扬州中学 从一九零二年以董学堂创办开始 到今天一整整一百一十周年 六万多名扬州中学学子 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伟大事业中 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他们中有江泽民同志 有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著名理论家胡乔木 有著名作家朱子清 有两弹一星元勋黄伟路 著名植物学家吴征毅 著名建筑与科学规划学家吴良雍 有被誉为中国航空航天发动机之父的吴大官 等为数众多的党政高级干部 外交家 科学家 教育家 专家 学者 以及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 扬州中学是江苏省首批通过 国家示范高中省级评估的学校 江苏省重点中学和江苏省模范学校 始终追求科学与人文相融合 课程设置坚持能力本位和文理并重 在培养各类人才上取得教人成绩 教育部以及讲述生等单位个人 也通过贺信提词等方式 向杨中 请不吝点赞订阅